遭述我的遭述 所以那Judy這邊是誰 你太陌生了 是不是我追他 他又是遭述軒 他就是幾乎每天打電話給你 然後問你在幹嘛 然後如果跟我朋友在一起 他就說他要過來這樣子 可是他也有想辦法 逗你朋友開心嗎 沒有 不會啊 他就是跟大家一起唱歌這樣 所以他平常會很大男人嗎 不會 真的嗎 真的不會 其實不會 我們兩個都試著做的啊 所以你不用服侍他 就是服侍他吃藥而已 就是要提醒他 也不是服侍他 就是什麼事情 服侍他吃藥 他只要幫他翻身 拜託 你們家是安養院啊 不是 你說還要抽彈 靠,他打死把尿了 他扣到跟你說 還要讓他幫他翻身 心機梗塞的時候 你在哪裡 我在 然後你知道就 他已經進醫院了 沒有… 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很不舒服 然後停在路邊 大流淚嗎 有 因為去的時候醫生 因為那時候不曉得他是心肌梗塞 然後後來那護士還不太理我 因為我們去掛急診嘛 因為人很多 我是用來說小姐快一點 他很… 他很不舒服 小姐才理我 結果後來他很快大概30秒 所有的醫生都跑過來 就醫生護士一大堆 你有來看賀一航嗎 對 他就說他很嚴重 他說如果我再晚30分鐘 他就不行了 就趕快急救了 因為你就趕快… 對,就搬到那個… 就是床上面 用到電極啊 對 所以說我這一輩子最痛苦 大概就是電極那一次 正把我嚇一跳 那個好像被雷打到一樣 好可怕 所以是清醒的時候電極 對 其實他不應該要電極 我很對 因為我還有意識力 他說賀先生,我要幫你電極 我說會不會痛 他說好像被那個… 咬了一下這樣,我說好 他痛一下,我趴起來 是…好痛喔 你說比發病的那時候還痛嗎 還痛,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那麼痛這樣 我在旁邊看他這樣跳起來 我那麼重一個身體 這樣80公斤這樣 這樣彈起來 他是不是就讓你的心跳變穩定 對,後來就穩定了 那他以為可以出院 他說沒有,他只是暫時穩定 就是要趕快住院,對 我覺得家長聽到這個又會擔心 對啊 對啦 這個很實際的問題啊 不過因為裝了一個支架之後 醫生講說 應該可以撐20年嘛